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X大案,我是徐探员 通常喜欢绿植的人会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种上几盆花 有些人甚至会设计一个像这样的花槽在窗户外面 当早晨推开窗户时就能闻到花香 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但你有没有想过 窗外的花槽不仅仅可以给人带来美好的心情 也有可能带来噩梦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就与花槽有关 如果说在香港拿起案件最令警方感到棘手 那么这起与花槽有关的案件当属其一 凶手使用水泥将尸体封在了窗外的花槽里 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于 死者的尸体摆放姿势异常诡异 而且死者口中竟含有四把钥匙 这些细节都透露了一种神秘的宗教氛围 此案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 牵扯的范围也异常广泛 包括新加坡 印尼 香港等地 甚至可能涉及到某个跨国犯罪集团的活动 关于死者的行踪 受害者的家属对事件却守口如瓶 整个案件都充满了似是而非的线索 让人猜测万分 此外 新加坡和香港两地的警方 以及媒体的报道都存在的许多差异 甚至相互矛盾 总之 在香港闹市区的高楼花槽中藏室可谓是绝无仅有 案件至今已经过去了39年 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今天我们就来理一下这起发生在香港的著名悬案 伊丽莎白花槽藏室案 这起案件发生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伊丽莎白大厦 该建筑最初只是一栋商用办公楼 但在1978年发展成了一个 即商场 办公室和住宅为一体的多功能大厦 由于大厦靠近大海 而住在这里的人偶尔会闻到一股海水的腥臭味 然而这起案件就是因着一股奇怪的气味 揭开了惊人的虚目 在1984年3月底 住在伊丽莎白大厦26楼A3室的林氏夫妇 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 起初他们以为只是普通的海水味 但过了几天 臭味不仅没有消失 还变得越来越浓烈 这让林氏夫妇开始感到恶心和反胃 3月30号 饱受臭味困扰的林氏夫妇 决定寻找臭味的来源 他们在整个住所搜索 最终发现臭味是从窗户外边传进来的 当时他们的房子窗外有一个花槽 而林氏夫妇只是在花槽里放了一些杂物 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 当他们把杂物移开后 发现花槽里的一条毛巾竟染成了暗红色 并散发出腐臭味 同时他们还注意到 花槽里还渗出了些许血水 由于A3室外的花槽 与邻居A2室的花槽相通 两个花槽之间只有一面墙隔开 因此林氏夫妇怀疑 血水是从隔壁A2室的花槽渗透过来的 随后林氏夫妇决定报警寻求帮助 警方到达现场后 也认为26楼A2室的花槽 是血水和恶臭的源头 他们打算进入A2室进行调查 但警员在门外敲了很久都没有人回应 因此警方联系了该单位的业主 但业主却表示 A2室已经被租出去了 而他们自己也无法联系到租户 最后业主向大厦物业报告了情况 并使用备用钥匙打开了A2室的房门 警方进入房屋后 发现所有的家具都整齐的摆放着 但却空无一人 警方走到窗台检查花槽 却发现花槽已经被水泥填满 他们意识到水泥下面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 因此第二天早上十点 他们请来了三名建筑工人前来挖掘 三名工人开始使用大铁锤 十字稿等工具挖掘花槽 但水泥非常坚固 工人艰难的努力了一个小时 甚至把工具都搞断了 才成功凿开了一小部分 然而在挖掘过程中 花槽散发出来的臭味 越来越浓烈 几乎令工人感到恶心 同时警员们也表示了怀疑 认为水泥下面可能隐藏着尸体 工人们得知后 表示不愿意再继续挖掘了 警方只得请求消防员接受 在中午大约12点左右 消防员带着防毒面罩和电钻等工具 赶到了现场开始挖掘 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 直到下午两点钟 消防员终于成功破开了水泥 然而在水泥下面 他们还发现了一层厚厚的三合土 消防员继续努力 直到下午三点半 才成功清除了三合土 此时一股更加强烈的臭味 从花槽中传出来 导致A2单位甚至整栋大厦 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不仅在场的警员感到不舒服 附近的邻居也纷纷打开窗户通风 消防员发现花槽里有一张床单 一名警员忍着恶臭将床单揭开后 终于找到了臭味的来源 一具被白布包裹 严重腐烂的尸体 这具尸体的头部和身体 被多层白色绷带紧紧包裹 宛如木乃伊一般 双手被铁链防板于背后 双脚则被毛巾捆绑 更令人震惊的是 尸体下面还压着另一具尸体 两具尸体头脚相对摆放 形成了六九的姿势 当一开尸体后 在下面发现了两道绿色皱服 这使得整个事件变得更加诡异了起来 由于两具尸体已经腐烂的 无法辨认外貌 最奇怪的是 其中一具尸体的口中 竟含着四把钥匙 其中一把钥匙 正是用来打开两人手上铁链的 尸体旁边摆放着几本杂志 一把铁锤 螺丝刀和两个啤酒罐 警方继续搜索屋内 发现在现场并未找到 任何打斗过的痕迹 只是在花槽和窗台处 发现了血迹 另外警方还在厨房 发现了水泥和三合土 他们相信这是凶手藏尸之后留下的 随后警方紧急召来了法医进行调查 根据法医的推测 两名死者是中年的亚洲男性 身上有明显的伤痕 颈部有被勒伤的痕迹 推测两人是被勒死 根据尸体腐烂的程度 法医推测他们已经死亡超过了10天 但不超过一个月 此外法医在尸体的胃部发现了安眠药的成分 怀疑两人是被强行灌药后才被勒死 警方随后搜集了三大袋的证物 包括死者穿的衣服 包括尸体的白布 以及用来绑着双手的铁链 然而警方此时仍然不知道两名死者的身份 于是他们再次联系了A2单位的业主 以了解租客的情况 业主表示 3月初他们把单位租给了一个 名叫林宾家的印尼华侨 年龄大约40岁 讲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业主说 这位印尼华侨曾表示会和另外两个印尼男子短租三个月 但不到一个月后他们就联系不上租客了 接下来警方向大厦的保安冯某进行了询问 保安表示 林宾家在3月20号离开大厦后就再没有出现过 与他们同住的两个印尼男子也失踪了数日 警方初步推断 这两具神秘尸体很可能就是与林宾家同住的那两个印尼男子 而林宾家就是杀害他们的凶手 大厦的邻居表示 在3月11号那天他们听到了争吵声 听到里面有男子呼喊救命 还有女子的劝阻声 另外住在案发现场楼下的邻居声称 在3月15号听到了楼上传来了许多敲击和尸功的声音 还有其他住户声称 曾目睹了一男一女在电梯里搬运水泥上楼 这个男女是黑色皮肤 警方根据住扩的口供推测 两名死者在3月15号之前被杀害 然而在15号当天被埋藏于花草中 同时警方也从宗教的角度开始调查 有人怀疑 两具尸体被白布包裹起来的下葬方式 与某些神秘的宗教仪式非常相似 因此警方决定进一步调查 这位印尼华侨林兵家的背景 然而当警方调查林兵家的护照时 却发现证件是伪造的 这就意味着警方不仅无法确定林兵家的宗教背景 甚至连他的真实身份都成了一个谜团 更令警方困惑的是 他们发现两名死者的身份 并不适合林兵家同住的两名印尼男子 而是另有其人 因为在4月3号 警方再次前往案发现场搜查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 警员在埋藏尸体的花草里 发现了一张名片 上面印着 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谢顺诚的字样 警方进行调查后发现 这是一家新加坡的公司 随后警方向入境处查询了 是否有谢顺诚的出入境记录 他们发现27岁的谢顺诚和他31岁的哥哥谢顺发 最近几个月曾三次来香港 最后一次是在2月28号 之后就再没有出境记录 他们曾入住尖沙水的地院酒店 但从3月2号起就失去了踪影 在案件揭发后 他们的行李仍然留在酒店里 谢顺诚和谢顺发两兄弟的失踪时间 与尸体死亡的时间非常吻合 因此警方开始怀疑 这两名死者可能就是谢氏兄弟 为了确认这一点 警方立即派出两名警员 携带两名死者的指纹样本和牙齿数据 连夜前往了新加坡进行核实 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4号 经过新加坡当局的验证 证实这两名尸体的真实身份 确实是谢氏兄弟 虽然警方已经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但这个结果与警方之前的推测完全不同 两名死者并不是与林斌加 同住在伊丽莎白大厦的两名印尼男子 那么谢氏兄弟和林斌加之间 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而林斌加是否就是杀害两人的凶手呢 此外林斌加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然而警方继续深入调查时 却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揭开真相 反而是谜团更加错综复杂 为了寻找真相 警方决定从林斌加和谢氏兄弟的背景入手 令警方惊讶的是 他们发现谢氏兄弟在新加坡有着显赫的身份 原来他们是著名珠宝商谢美兴的子女 是百万金庄珠宝公司的继承人 谢美兴是当地商界的传奇人物 他创建的百万金庄在过去的31年里 夜我一直蒸蒸日上 并由他的八个子女负责管理齐家分店 谢顺发和谢顺诚是其中最有能力的帮手 尤其是谢顺诚 他是兄弟中最聪明能干的一位 被认为是谢老先生的内定继承人 谢顺发和谢顺诚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 两人是商界并肩作战的好兄弟 他们于1982年在新加坡经营着一家 名为福禄公司的黄金生意 谢氏兄弟的死讯一经传出 立即成为了新加坡当地报纸的头版新闻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由于案件涉及多个国家 调查范围十分广泛 香港警方请求新加坡警方的协助 同时也请印尼警方调查嫌疑人 也就是印尼华侨林斌家的真实身份 然而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三方的调查方向却不一致 导致信息非常混乱 新加坡警方认为此案涉及桃色纠纷和黑帮斗争 但却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持这一推测 随着新加坡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案件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人们猜测的版本 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谢氏家族在经营炒金业务时 遭遇了一对在金融界有名气的男女的诈骗 损失超过千万 这使得谢氏兄弟的公司业务大幅下滑 而谢顺成得知骗子的踪迹后 赶到香港追债 但却遭到了绑架 谢美星作为他们的父亲 收到绑匪的威胁信和录音后 为了儿子的安全 不敢向警方寻求帮助 他让大哥谢顺发带着绑匪要求的一百万新币 前往香港输回弟弟 然而不幸的是 谢顺发不仅未能成功的解救弟弟 反而自己也被绑架 最终被一起撕票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合理 于是新加坡当地的媒体 就这一说法 采访了死者的父亲谢美星 但谢老否认了这个说法 父亲的回答 引发了人们对他是否掩盖真相 不愿意深入调查的猜测 关于这个版本 还有传言说 谢美星曾在东海岸的豪宅 收到了一封勒索信 信中附有谢氏兄弟的手掌 和手指残肢的照片 以及兄弟俩求救的录音带 而后来证明 照片中的手掌和手指 并非属于兄弟两人 因为他们的尸体 在发现时是完整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 谢老对这一件事 采取了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的态度 香港警方得知的另一个消息 同样是与黄金业务有关 但谢氏兄弟来香港的目的 并非追债 据称谢氏兄弟的公司 与香港一家规模庞大的金融公司 有业务往来 有一位印尼大亨 在谢氏兄弟的公司炒金 结果亏损了2000万美元 给印尼大亨心有不甘 在收盘后决定追讨债务 为了追回投资的亏损 他前往香港调查 而香港公司坚称并不知情 印尼大亨认为 香港公司与谢氏兄弟串通起来 欺诈了他的金钱 大亨与谢氏兄弟前后共谈判了三次 首次在新加坡 之后在印尼 最后一次在香港 最后谈判毫无进展 双方都不欢而散 从此谢氏兄弟人间蒸发 香港警方所掌握的另一个版本称 谢氏兄弟于1984年2月28号 与两名珠宝商同行抵达香港 并入住了奸杀嘴地院酒店 预定的退房手续定在3月2号办理 失踪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号 兄弟俩还与两名珠宝商共进晚餐 在晚餐期间 谢氏兄弟提到 将要去伊丽莎白大厦会见一个朋友 但没有透露对方的身份和目的 之后呢 珠宝商就与兄弟两人失去了联系 后来通过报纸才得知 伊丽莎白大厦发现了两具尸体 同行的珠宝商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于是立即与警方联系 以确认情况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谢氏兄弟是自愿进入伊丽莎白大厦的 因为该大厦当时设有监控 并有保安员24小时值班 也就是说 死者与凶徒之间是相识的 最离奇的是 香港警方调查发现 在2月28号的新加坡航空公司 来港的名单上 并没有谢顺发的名字 而弟弟谢盛成却占据了两个位置 这个行为异常奇怪 谢美星在67岁时突然决定进行分家 他将产业分成了八份 并招去了八名子女商议分家事宜 并再三叮嘱他们要善用这笔钱 然而不久后 兄弟姐妹之间就出现了纷争 认为分家不公平 开始互相抱怨 这次声音传到了谢夫的耳中 他勃然大怒说道 以后再也不管你们的死活了 没想到这句话成了他两名儿子 命运的预言 数年后两个儿子成了花槽双尸的主角 命运的捉动实在令人匪你所思 至于其他兄弟是否为了清除竞争对手 而手足相残 我们无从得知 随着香港 新加坡 印尼警方不断的调查 案件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但情况却变得越来越混乱 各方对此案众物说纷纭 但谁也找不到关键的证据 香港警方要求印尼调查林斌家的身份 但由于可提供的数据有限 印尼警方很难展开追查 新加坡警方提供了 关于谢氏家族的大量数据 但始终无法确定两兄弟来香港的目的 这起案件成为了香港著名的悬案 至今仍未侦破 然而谢氏家族不幸的事件并未结束 在2010年 据双尸案发生已有26年之久 谢家的一名富婆张妹娘 突然在家中服药烧炭自杀 没有留下遗书 生前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 案发现场的窗户紧闭 门缝处用布密封 自杀动机不明 张妹娘与丈夫育有一男两女 次女已经结婚 生前张妹娘与家人住在案发地的独立洋房中 该房子共有三层 平时一家人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一楼和二楼 而三楼有四间密室 自26年前 花槽双尸案发生后一直被封闭 张妹娘死后 新加坡警方与相关人员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协调 终于打开了这四间密室 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 每间房都有一张床 床垫下面压着四个纸娃娃 每个纸娃娃上都写着生辰八字 经过何时 这四份八字正是谢氏兄弟的 但是人们无法确定这些东西是何时被放置在床下的 是在两兄弟死前呢 还是死后呢 不管怎样 这些行为都带有某种邪恶的意图 行内人士称这是一种茅山术 目的是禁锢冤魂 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 结果都不会好 这些发现让人们再次想起了26年前的花槽双尸案件 有人说张妹娘生前对四非常着迷 无论是门牌还是车牌都与四有关 而当年双尸案其中一具尸体口中也含有四把钥匙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当年的双尸案还是张妹娘的自杀 谢氏家族的兄妹都表现得异常冷漠 而他们冷静的反应是纯粹的隐藏内心的伤痛呢 还是有其他内幕呢 至今仍是一个谜 以上就是目前警方所掌握的相关线索 各位网友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进行分析一下 你认为案件的真相是什么呢 是债务纠纷遭人绑架撕票了呢 还是手足相残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也欢迎各位把你对本期案件的看法打在评论区 我是许探员 我们下期见